聖火進場 客觀者手持火炬 完成世大運聖火傳遞 最後一里路 点燃聖火 保聖火住在毛宫顶上 直到19号开幕式 这座妇科过宫三宝的毛宫顶 已经53岁 大有来头 最后的高潮 就是由已经退休的师大教授林竹茂 点燃以毛宫顶为造型的聖火台 1964年日本东京举办第18届奥运 也是聖火传递首度来到台湾 特地打造这座重800公斤 高3.3公尺的毛宫顶 陈锋多年再次铸上奥会家族的聖火 进入台湾体育发展史 台湾巨炮陈锦茂将在19号开幕式上 点燃聖火 为世大运揭开序幕 陈锦茂风哥 他来用最后一棒 用棒球这样的一个科技 然后去点燃我们的聖火 世大运开幕门票受庆 但比赛票房惨 柯文哲在广播专访中却说 棒球比赛美国对日本大家会看 但你会看越南队多名您家吗 我才不信 但是柯市长这回棒球项目 并没有越南与多名您家 有台湾队的球员会出塞 大家会去买 那个外国的除非是那种很特别的 一般去看的预言倒是不高 自从那个荷兰那个费事不可 一下子让那个水球秒杀 你知道我相信 其他国家包括这种大国 美国日的英国 他们很快就会跟进 柯文觉得小国家对战 不吸引人 为卖票成效不佳 找台阶 更似乎有失东道主格局 就张权全文台北报导